他希望拿我的肋骨 那怎么了 他希望去拿我的肋骨去给他垫他这块鼻子 来充当他这个垫鼻子上那块骨头 我身边好多对情侣他们都这么干的 不浪漫吗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牵手进手术室 然后一起躺着一起恢复 这也蛮浪漫的一件事情 视频中出现了男子叫小栋 今年26岁 白子吉林 女子叫小栋 今年21岁 目前还是一名学生 他们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两年了 感情一直都很好的 但是最近的种种情况 让他们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小栋觉得现在男朋友已经不是 刚开始追他的那个人了 并且越来越没有责任心了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就完全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小栋也开始觉得女朋友有点太粘人了 想要一点自己的私人空间 不想要这种被操控的感觉 自己的生活除了他就不能有别的东西 如果能改掉这些毛病 还是能继续下去的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小栋之所以会和小栋在一起 完全是因为小栋比他大 觉得在生活上会比较照顾他 可能更会关心人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确实很好 但是时间久了 就越来越没有那种被关心的感觉了 自己是那种比较注重仪式感的人 所以一直都特别想带小栋回家见父母 但是小栋每次都是推三阻四的 那么他为什么不愿意去见小栋的父母呢 难道真的是不爱了吗 还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过年的时候家里的人比较多 会有一种被调查户口的感觉 想让我去他家里面去见他家长 而且过年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都在 我就觉得如果去了的话 就像被围攻一样调查户口 难道见家长还需要挑一个好日子吗 还是说其实根本就不想和小栋有结果呢 小栋是这么说的 见家长这件事根本就没有提前和自己说 都是和他父母说完之后 才告诉自己已经和父母说好了 哪天有时间了就过去一下 这件事就让小栋心里很不舒服 并且觉得去见过父母会很尴尬 但是小栋却认为 既然自己带他回家见父母 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说明自己已经做好了想要跟他过一辈子的准备 然而小栋却不这么认为 还有一次就是已经答应了第二天 一定会到家里见妈妈的 结果饭菜都准备好了 时迟等不到人 打电话过去 小栋解释 那天晚上突然来了一个应酬 然后陪客户喝酒喝多了 再之后他们约着去看电影 小栋已经在电影院等了半个小时 打了七个电话才接通 并且在电话的那头还是打游戏的声音 游戏真的比女朋友重要吗 小栋是这么解释的 因为自己工资不是很稳定 所以就想着去玩一个游戏 在里面可以打装备 然后进行拍卖 还特别强调了一下 这是一个二十人的团队 所以在打到最激烈的时候 是完全顾不上任何事的 并不是因为自己玩 故意不接电话的 再说 这也是赚钱的一种方式 自己不可能放这二十个人不管 还很骄傲的说 这是一种契约精神 可能因为这件事觉得自己心里愧疚 所以后来就哄了小栋很长时间 并且答应了和他一起去旅游 开始还以为这次会很照顾他 可事实并非如此 小栋是这么说的 因为自己眼睛近视 所以戴着隐形眼镜 坐船的时候总是晃动 不小心脏水浸了眼睛 就想着让小栋帮他把隐形眼镜摘了 自己摘怕戳到眼睛 没想到小栋对此置之不理 甚至一整天都对自己爱搭不理的样子 到了晚上眼睛特别难受 于是就想让小栋陪自己去医院看看 没想到遭到无情拒绝 并且还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第二天还是妈妈带自己去的医院 医生检查后说是角膜炎 小栋听到这话 就觉得这是在胡说八道 都是在同一条船上 大家都一样晃动的 并且自己对隐形眼镜什么的一无所知 不就是眼睛尽了一点水 揉一揉不就好了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如果真的自己知道很严重了 难道会不陪着你去吗 我觉得就是眼睛尖水了 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觉得这就无所谓尖水了 就揉一下就好了嘛 然后晚上就说要去医院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医院呢 谁知道你第二天那么严重 而且第二天你说你要是真的很严重 你告诉我什么 我会陪你去 在小栋看来 小栋的这种行为 完全就是在无理取闹 更让他觉得可笑的就是 小栋觉得自己的鼻子不够挺 所以就想要垫鼻子 于是就去咨询了诊心科的医生 好像是医生说 用肋骨做会好一点 自己本来就很不赞成 垫鼻子这件事 没想到回来之后 还跟自己提了一个要求 我的肋骨去给他垫他这块鼻子 来充当他这个垫鼻子上那块骨头 这就让小栋有点接受不了了 但是小栋却认为 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并且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做的 小栋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 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件浪漫的事 甚至小栋还很认真地说道 如果哪天两个人分手了 难道还要去找你要回来吗 大家有一天分手了 对吧 然后你又找了一个男朋友 然后你鼻子里面还垫着我的骨头 你说那算什么事呢 对不对 我还能管你要回来 还是怎么样 对吧 小栋想要把肋骨 留在自己鼻子上 嵌在自己的生命里 这一嵌就是一生 然而小栋却觉得 你要带走我一块骨头 我并没有想要留在你身边狠角 难道把肋骨给小栋了 就真的证明是爱他吗 当主持人问道 你爱他吗 小栋犹豫豫豫半天 只是说道还是有感觉的 这里小编就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真的爱对方 不应该是很直接地说我很爱他 而不是犹豫半天 只说了一句还有感觉 大家觉得这种反应正常吗 其实大家应该也感觉到了 这一就是不爱的体现 果然没有感情了 就会有各种不满意 在一起两年之后 开始想要私人空间了 觉得小栋不仅在肉体上 对他进行控制 甚至在精神上还要控制 有时候还会觉得 某种行为太过于奇葩 我每发一条朋友圈 他都要做第一个 点赞和评论的人 就我就非常不理解这件事 而且他是要做第一个 还是他总做第一个 他要做第一个 所以说他要求我 每次发朋友圈 都要提前告辞 然后他去点赞和评论 之前听过这么一句话 因为太在乎 才会想要掌控 小栋认为发朋友圈的时候 就说明了当时是在玩手机 竟然有时间 为什么不和自己说话呢 小栋觉得 自己所有的个人空间 现在都留给了小栋 自己感觉被绑架了一样 并且每次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小栋都一定要拍照 不但如此 还必须得发朋友圈 最重要的是还不能善 如果不发 他就会生气发脾气 这时候小栋就忍不住吐槽了 小栋的朋友圈经常行三日可见 这样他们的合照就看不到 于是就会怀疑小栋 是加了什么别的小姐姐 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存在 然而小栋则觉得 自己是做广告行业的 如果客户看到自己的朋友圈 全是和女朋友出去玩的照片 这样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爱玩的人 根本就没有一点坐视的能力 这件事可能是小栋有太多掌控欲了 其实因为很多事两个人闹矛盾 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联系了 但是小栋知道 其实一直有一个女孩子的存在 小栋一直都没有让她知道 这个女孩子到底是谁 经过一番不懈追问之后 小栋终于说出来这个女孩子 原来每次和小栋吵架的时候 小栋都会去找这个女孩子 并且两个人在一起聊天也很开心 应该是那种比普通朋友要好一点的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红颜知己吧 其实通过这么多事 小栋应该明白小栋早已经不爱自己了 现在完全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之所以会想要时刻被关心 被照顾 就是想要在男朋友身上找到父爱 所以一个健全的家庭 对孩子还是有很大影响的